那个笋呢 短短弯弯 短短的 它那个 它堆回堆起来之后 早上一大早 看到那个堆回表面有裂缝 表示它要冲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 它就拿一个 拿一种专门在 专门在那个砍竹子的一个 一个东西 这样的东西 这个金属的 我家里也有 我买一支不锈钢的 不会生锈的 不过 不过我家的竹子 我懒得抓 懒得卡了 那个用力 用力把那个竹笋 竹子在这里 这个是下面有一个 它就这样子 它就往这边切 切 切下来 那个就是绿竹 我们在街上卖的那个绿竹 再玩那样 对 绿竹的 因为它很短嘛 那贵竹呢 贵竹长 贵竹长呢 绿竹的表面没有点 没有黑点 斑点 但是贵竹啊 有斑点 因为它这个竹 为什么有咖啡色的 因为竹子啊 它有那个包鞘 包起来的 那个包鞘上面呢 有一点一点 这个是贵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我这里写这个竹林 为什么叫竹林 为什么叫竹林 来 你们看看 如果说你今天要画个竹林 那怎么样来表现竹林呢 有一句话说啊 众人 是三个人以上就叫众人 对不对 所以你要画一个竹林 要三个 这个干嘛 才是多嘛 所以多数 众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就画了 三个 画三个 画三个聚落 表示 这个是 树林 表示一个竹林 而且呢 你这个三个 聚落呢 它的距离是 不等 不等距离 你看 这个跟这个 不等距离 跟这个也不等距离 不等边三角形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构图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的 你不能把这个画到这里来 等腰三角形 或者等边三角形 这样就可能不好看 这个是我们构图 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左右的话 要怎么样够 如果左右两个 现在是三个 只有两个的话 要一高一低 你看 这里是三颗 我这里四颗 就这两个呢 一个多一个少 这样 一个大一个小 不要都一样大 一样多 这样子 好 不要相等 你看我这里只有 两颗 这两颗啦 第三颗也有了 这三颗 这里是三颗 这里是四颗 但这里比较圆 比较靠近 比较靠近的 我就大一点 那我怎么样画那个 那个那个 笋呢 好 我们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等一下你们就可以 练习一下笋怎么画 我们下雨了 不过来